早安书店 各位听众您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的早安书店这个单元 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 我们为您要介绍的都是光华杂志 提到了光华杂志 我想很多的听众对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那今天呢 我们要跟你连线的是光华杂志的资深编辑陈建伟 请他来聊一聊这一期的光华杂志 有什么样的特色 建伟你早 主持人早 听众朋友早安 是 建伟我想请教您 这期的光华杂志 它的主题我看到非常有意思 我长久以来也一直想做这样的报道 就是关于华语的教学 在全球目前听说 掀起了一个华语的学习的热潮 我想先请你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 到底这个热潮有多热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热潮 是 那其实全球华语热潮 它已经热了一阵子了 那如果说有一个确切的事件的话 大概是从2006年左右 那开始掀起这个全球华语的 那有几个指标性的事件 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投资大师 Jim Rogers 那他当初他为了要 让他的女儿能够学习好中文 那为了让他女儿长大之后 能够连接到亚洲市场 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们全家移民到新加坡 对 那因为在新加坡 他在一个南洋幼稚园 他们从小就有完整的双语教学 对 那他在这边的话 他就是 他等于说美国新加坡两地跑 他的市场 他的工作还是在美国 可是小孩就是从小就学中文长大 那那时候就让很多这个华文圈的人 就觉得 怎么会他跑到新加坡去学华语 没有来中国或是台湾这样 对啊 对 那但其实主要是因为说 新加坡的这个双语教学的这个环境 比较完整 而且他没有很多的这个认证制度 那这是第一点 那从那之前 其实在他移民之前呢 就有很多的迹象显示出来 华语热潮已经一波一波逐渐地翻上来 那其实华语热潮的原因 讲清楚一点 就是说 是跟中国大陆的市场崛起 是息息相关的 那中国大陆从世界工厂 转型到世界市场的这个过程中 那无论是制造业或是服务业 各行各业都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需求 日渐的增加 那如果要更有效地打进中国市场的话 华语人才是必不可缺的一个趋势 那所以说各国 世界各国都很努力地在提高这个 学习华语的这个意愿 那其实目前华语热的话 如果按照中国汉办 他们的汉语推广办公室的这个统计数据 目前就是在我们讲话的这个当下 全世界大概有1亿5千万人 他正在学习中文 对 那当然并不包含说原本就有使用中文的人 就是说非中文使用者 目前的学习大概1亿5千万人这么多 好 这个谈到了学习中文 学华语这件事情 当然你可以到台湾来学 你可以去新加坡学 你可以去中国大陆学 那么或者是你不想出国 你就在当地来学 那么这个不管是台湾也好 或者是中国大陆也好 都有很多的华语教学人才 正在全世界各地教中文 教华语 既然是如此呢 那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个热潮之下 台湾做的是哪些事情 其实我们讲到学语言 我们其实做一个换位思考 我们如果在帮我们的小孩子规划说 要去学英文或是学日文的时候 大家的第一个想法都是说 我把他送去那边 我送去美国 我送去英国 我送去日本 住个一年两年 我觉得他在这个环境之下 他语言学习一定很快速 那其实对于海外的人士也是一样 他们会觉得说 我要学中文的话 那我就把小孩子送来中国或是台湾 让他们在这边 在这个华语环境下面成长的话 学习速度一定更快 那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家长 都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海外的这个教学市场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台湾在华语教学有非常深厚的历史 其实早在1956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在华语教学 海外的华语教学踏出了第一步 那当时是在美国纽泽西 我们成立的第一所的海外华语教学中心 叫做台北语文学院 对那他是为了培训这个美国的外交人员 还有他的外籍的传教士 那这个组织其实他一直延续到现在 他都还存在着 等于是现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最老牌的 海外的华语教学中心 对那另一方面在台湾国内的话 在国内我们最有名的 其实就是师范大学的国语教学中心 是 几乎是所有的外国朋友 或者是华侨子弟 他想要来台湾学中文的时候 他的首选都会是师大的这个华语教学中心 国语教学中心 是是是 那其实除了师大之外 目前我们各个大学 目前几乎都有开设类似的语言中心 那甚至除了大学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补习班 那补习班 他可能提供很多短期的课程 或者是只要 比如只要两个人就可以开班 这种快速 然后能够配合各种需求的这个方案 都有提供 是 对所以目前我们国内的话 一年大约是有 一万四千位到一万五千位的学生 会来台湾学习华语讲 每一年有 一万四到一万五千位的学生 在台湾学中文 是 这个人数很多呢 对 其实这个人数大概从 我们刚刚提到 2006年的时候 是一个华语热潮 那当时 当时来台湾学习的人数 大约是在八千人左右 也就是说这七年的时间 他成长了将近一倍 哦 对 那不过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挑战 就是说 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数原本是一直往上攀升 结果在2012年的时候 竟然下降了 嗯 为什么呢 他突然下降了 一天多人 是 为什么会 对 那我们各界就非常的 的忧虑嘛 嗯 那后来 嗯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面对中国大陆的挑战啦 哦 对 因为其实中国大陆 对 海外的人士来说 对外国人来说 他可能 他有一个很直觉的想法 就是 我要学中文 嗯 那我当然是去中国 嗯 对他可能觉得台湾 台湾可能是讲台湾话 都不一定是讲中文 嗯 所以对他们来说 会有一些直觉的印象 那 这当然是第一个 是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其实中国大陆 他对于这个 汉语 中文 华语 这都是同样的东西嘛 中文的这个推广 是 他其实是非常的 把它当成一个国家成绩的事情在做 是 所以他们有成立一个 国家的汉语推广领导办公室 嗯 嗯 那汉办他每年呢 投入的金额 大约是台湾的二十几倍 几乎是投入 呃 如果没有算错的话 大约是十 十四到十五亿的人民币 嗯 在做这些各式各样的推广 那 哦 更厉害的就是说 他们还有一个叫做孔子学院的东西 嗯 嗯 孔子学院其实海外的朋友的话 应该都会有一些听过 是 孔子学院他是到世界各地 跟各个学校的大学合作 嗯嗯嗯 那他在大学里面就可以开设这个汉语课程 嗯 那当然他们都是教授简体中文 对 对 那 孔子学院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 只要你有大学 国外的任何一个大学 嗯嗯 你想要开中文课程 可是你没有老师 你没有教材 嗯 你就找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帮你全部办到好 你也不用付钱 他帮你 他给你老师 嗯 帮你排好课程 嗯嗯 提供你教材 那当然对很多 学校来说是 很充满吸引力的 那相对之下 就会排挤到台湾的 这个海外的市场 哇 这简直就是 呃 应该怎么讲 就是撒钱嘛 对不对 对 这就是前海 前海战术跟人海战术 哦 哦 了解 好 这个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 呃 早安书店这个单元里面 为您来介绍光华杂志 啊 那么八月份的光华杂志呢 呃 谈的就是华语 在全世界的这个学习热潮 这件事情 我们为您访问的是 光华杂志的资深编辑 陈建伟啊 嗯 建伟呢 在刚刚的访谈里面 告诉大家 华语的就学习热潮 有多么多么的热啊 全球大概都 此刻就有 一亿五千万人 在学习 呃 中文或者是华语 但是呢 你知道吗 呃 其实台湾在这一方面 也虽然做了很多 却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啊 其中包括呢 呃 在呃 到台湾来学习的 这个华语的 这个人数 呃 有可能有某几年 是这样的 在下下下跌的 那么另外呢 中国大陆的汉办 还有这个孔子学院 他们也正在全球各地 推动这个华语的教学 当然他们的经费 是非常的呃 充裕哦 呃 以至于呢 台湾面临了 这样一个很强而有力的 挑战对手 呃 到底所有的这些 学习华语的人 他们要选择学习简体字 还是学习所谓的正体字啊 因为我相信了 这个中国大陆 他们所教的是简体字 但是我们台湾的这个 所有的华语推广中心里面 我们所教的都是正体字 所以偏偏正体字又比较难学 对不对 建伟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怎么办呢 是 嗯 那个关于正体字啊 其实很多外国人 他在学华语的时候 他的 他的考量也是 诶有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简体的英文 叫做simple simplified chinese 对 那正体中文还叫做traditional chinese 嗯 那对于外国人来说 诶 我当然是先学simplified 简单的 因为还比较简单嘛 那我再去学传统的 嗯 他们很多的直觉的想法是这样 但是其实 恰恰相反 如果以一个学习语言的顺序来说的话 嗯 其实应该是要先学习正体中文 再去学简体中文 嗯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正体中文 它是一个 我们都知道中文有 很长的历史 两三千年的历史 嗯 那它有很多造字的逻辑 是 我们都有学过 象形指示 行程会议这些 嗯 所以每个字每个字 它是有它 内在的逻辑存在的 那对于 一个 成年人来说 我要去学一个 新的语言的时候 如果说它有一个逻辑在的话 嗯 我就可以做一些类推 是 对 比方说 我们常常说 我们念中文的时候 有边读边 没边读中间 对不对 那你如果碰到简体字 你就不能这样子做了 嗯 简体字 那个字 你如果没有背下来 你就是不会念了 对 对 那再来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简体字的话 因为它简化了之后 很多字会通通 是 比方说游泳的游 嗯 跟我们游玩的游 嗯 我们叫游 游玩的游是错字边 对 游泳的游是水字边 对 那如果今天讲 夜游的时候 嗯 我们就会说 诶 夜游就是晚上出去玩 嗯 可是在简体字 这两个字是一样的 哦 所以看起来会是 诶 你晚上去游泳吗 就会有一些 这个误会存在 哦 对 那比方说 工厂的厂 嗯 工厂的厂 它被简化了之后 嗯 其实跟广东的广 是很像的 对 那都有很多 外国朋友来说 诶 这个 所以广东的广 跟工厂的厂 它之间有一些关系嘛 嗯 但事实上 它的正体姿势 完全不同 对 好 这个建伟 我想继续来请教你 刚刚你提到了 这个教中文这件事情啊 是 呃 这也让我想到了 其实 其实我从前教过中文了 哈 但是是教这个 呃 菲律宾的 呃 华裔的小朋友 哦 呃 对 他们来说中文 呃 其实 我有一个很 也是你们在这个 报道里面所提到的 这个疑问 我相信很多的听众 也跟我有这样的问题 想要问你们 就是说 要怎么样才能具备 教华语的资格 难道说 是不是中文好 你就可以去教了吗 呃 这个想法是不是一个 有一个 呃 逻辑在 我要请你告诉我 是 嗯 那其实 我在写这个 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常常想到 以前有一个笑话 嗯 就在讲说这个 外国人来台湾 那如果在外国 找不到工作的 嗯 美国人 他找不到工作 那怎么办呢 你就来台湾教英文 对 就是你早上 只要会讲英文 就可以教英文 嗯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 所以翻过来 会说英文不见得 你会教英文 对 所以翻过来 你会讲中文 你不见得会教中文 哦 对 尤其是 呃 其实这个面相非常多 嗯 那我先从一个海外老师的例子 他是现在在欧洲 他在荷兰的莱登大学 嗯 已经教学有十二年 是 十一年 嗯 那目前他在德国的歌廷根大学 是 那也是在教授中文 他当 他就跟我讲一个 我没有注意过的点 嗯 就是说 其实台湾的老师 在海外教学的时候 嗯 大家会碰到很多 中国的 中国大陆籍的老师 嗯 那 那 很妙的一点就是 对于一个华语教学的老师来说 嗯 你如何一见面 就互相的分出高下来 嗯 那他说 其实重点就在于你的发音 标不标准 哦 他说其实 华语老师在讲话的时候 嗯 是压力很大的 哦 你每一个音都要咬得很正确 嗯 那一方面你要跟别人 证明自己的这个 水准 嗯 那一方面当然也是 你要教给学生正确的发音方式 嗯 对 所以你要教中文的话 其实 并不是说你会讲中文 或是你会中文就可以 嗯 还有很多东西要具备 比方说 嗯 嗯 他 他建议说 如果新一代的这个 有志要从事 话语教学的年轻人 嗯 你第一个一定要学好的 就是语言学跟语音学 嗯 是 对 你要知道说 这个音 他的发音的逻辑 嗯 他发音的方式是什么 嗯 那你要用各种方式去引导 学生去发出这个音 嗯 让说你的舌头要摆在哪里 是 什么地方要用力 嗯 这个东西都是 你如果不会教的话 嗯 真的是没有办法 让学生能够理解 真的 对 真的如此啊 真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教学上面 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就是最近我们常常去 呃 看到所谓的数位教学 或数位的这个语文的学习 嗯 连这个语文的学习 都已经走向数位的趋势了 呃 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 华语的教学 可以怎么样去跟数位结合 是 嗯 嗯 当然第一个说 呃 传统的 我们就连数位教学 其实都有分 所谓的传统的跟目前有创新的 嗯 有两种 嗯 传统的数位教学 就是说你可以透过一些动画 嗯 嗯 透过简报 嗯 那透过一些数位的 比如说投影片 嗯 这种东西来 教学的话 你就可以把文字跟图片 结合在一起 那学生阅读起来会比较容易一点 嗯 嗯 这是传统的数位教学 是 应该说现在的老师 如果没有具备这能力的话 是很难在外面找到好的工作的 嗯 嗯 对 那再来就是说创新的部分 像目前师大 还有呃 我知道文化大学 他们都有推出一些呃 跟所谓的APP做一些结合 嗯 嗯 那他的目标就是说 我在你的APP上面 因为我们现在APP都是触控的嘛 那触控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指在上面 练习中文字的笔顺 嗯 嗯 以前我们都是 因为外国人他看中文字是 像画画一样 是 所以他只要画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嗯 但是现在有APP让你练习说 你一定要照着那个顺序写 嗯 你才知道说正确的写法是什么 哦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手机都有 智慧型的手机 有这个语音辨识的能力 嗯 所以他们配合这个开发新 也是APP 那你就可以用对话的方式 嗯 你可以跟手机对话 那他就会告诉你说 你的发音这么正确 是 那你如果发音正确的时候 你才能够传达指令 或者是才能够得到 比如说过关啊 或者是能得到金币之类的 像游戏类的方式结合在这里面 是 对 那这都是一些创新的数位教学的方式 讲到金币哦 这个正好我们QQ的网友 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可能正好看到你们的照片啊 在这个报道里面照片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啊 就是教华语的这个老师们 他们一个月可以拿到的薪资是多少 应该是价码不差吧 目前来说 嗯 我们在我们这一期的报道里面有发现这样的照片 嗯 是我们前几年去缅甸采访的时候 嗯 那刚好拍到的在仰光市区的一个广告 嗯 那他是贴在一个电线杆上面 嗯 那就写说 聘请汉语教室 嗯 十五万块半天 半天十五万那是多少 相当于新台币大概四千多块钱 这半天就可以拿到四千块钱新台币 对 这是很高的价码呢 那如果让你交一整天 那不就拿八千块吗 但这也是其中的一些 呃 关键 就是一些一些美感在里面啦 嗯 就是说 他为什么会开半天 嗯 开全天 是 就是我的需求只有半天嘛 哦 对 你当然不可能说 哎呦我半天四千多块 嗯 所以我一个月就可以拿 呃多少钱 呃八千二十几万 是啊 没有这么 都没有这么 这么好的事情嘛 就是 它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合约 哦 那就是半天 我需要半天的时间来加强 那我一次跟你拼半天 我一个月可能跟你上个八堂课 或是四堂课这样子的做法 可是在欧美应该也可以拿不少钱啦 对 目前 因为其实如果说有兴趣的 呃年轻朋友 嗯 尤其是你现在要 呃可能要 明年要考他学 嗯 的学生 你可以去看一下教育部的网站 嗯 教育部的网站 它都会推出 它都会贴说各个海外的大学 他在征求话语教师的时候 是 的一些薪资条件 啊 那还有相应的待遇 是 对 那比方说在那个 在美国的话 嗯 目前 目前他开出来的这个月薪 嗯 大约都是在三千美金以上 在欧洲的话 有些就更高 嗯 那他有一些还会补助说你的这个机票 嗯 有一些会补助你的住宿 食宿啊 食宿都有 那像 其实前 去年 去年开始 又是新加坡 嗯 新加坡他们在这个话语战场上其实非常的认真 嗯 他们 因为 因为他的这个市场比较大 他的这个外国的市场很大 嗯 所以他的话语教材 教师的人数其实不足 那他就来台湾来抢这个话语教师 哦 对 那他要招募的是在 教幼稚园的幼儿话语教师 嗯 他的月薪是新台币五万四千元 嗯 五万四千元 然后包含餐食 嗯 然后也补贴机票 嗯 嗯 对 用这个方式来吸引这个台湾的人才过去 听说还趋之若鹜了 真的 因为其实五万四千元对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来说 是一个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这个待遇 对 没错 好的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早安书店这个单元里面啊 为您介绍八月号的光华杂志 那么我们的受访者呢是资深编辑陈建伟 呃 请建伟来跟大家介绍 全球的华语热潮到底有多热 呃 我们听到最后 说不定你自己都很想跳下来教华语了 因为他的薪资是其实还不错的啊 特别是对一个刚毕业的这个年轻人来说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建伟跟我们的分享 建伟谢谢你咯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